好啦 鄉親啊 繼續來看 菲律賓 東坪海面的 熱帶性激氣壓 已經發展為京都紅胎 譚美 接下來是王八八世 通過李宋島 王海南島的方向 來擦黨 拜四拜五 上挖進台灣 雖然說這個紅胎 不會直接衝台灣 不過最近有東北幾方路南 如果跟外國關流 有三星到宮伯的效應 強行大台北地区跟東坪海面的路超大河 也是要請注意 山口拼大河 地圖宜蘭 台東鄉的道路榜塔 主年十月 二十紅胎 官僚跟東北幾方形成宮伯效應 東坪海面是紅頭邊 或是誰跟走人 最先形成紅胎 只有兩年一年三 有累死的宮伯路線 今天清晨兩點行程的 第二十號颱風譚妹 那預計它會往呂宋島的北端前進之後 再進入海南島這一次 以高級路線來看 目前淡米紅胎是繼續往北北西的方向走 高級在拜四拜五上挖台灣 雖然未直接對台灣來 不過這兩點對台灣的影響最明顯 它的速度也有加快 跟昨天比起來大概有快十二小時左右 因此主要的降雨時段也會往前挪 今天這個東北幾方變形 北海方又是紅頭邊 既然跟大台北地区豪西變形 但是加上紅胎的外衛環流影響 大台北跟東北部將會相大好 尤其台北既然跟華連這三個地区三個 僅要減逅合有以上的豪西 既然開始東北幾方減逅 只剩下紅胎的外衛環流 將會環圍也不變少 如果這次東北幾方加上紅胎的外衛環流 更不可能會申請地財性的強化效應 東北季風跟颱風外衛環流的東南風 會產生複合的作用 再加上地形的影響 容易在我們的北台灣跟東台灣的部分 有顯著的降雨 一定要提防有這樣的可能 氣象蘇高級 雖然淡米紅胎差不多是近度紅胎的強度 但是整個環流這麼大 加上東北幾方澎湯 才有可能會相大好 民眾雅琪要做好 放台準備